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呀 大家快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是因为小伙伴们的无数的三连 才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我 然后我们才能一起拿到这个小奖牌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 Q&A问答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 那我们就先开始Q&A环节 设设恋爱情况 大家看到了哈 点赞数最高的是大家对于本人的恋爱情况的疑惑 那我也坦诚地回答一下 之前直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说过 我没有把大家当外人 现在有对象 And this time is a he not a she 01年水瓶座 MBTI的人格是INTP 是学画画和设计的 身上有很多纹身和钉子 舌钉没钉脖子上 能打的地方差不多都打了 然后我的 MBTI人格是ESFJ 所以我俩凑一块刚好把所有的字母都补齐了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极致的互补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两个完全的极端 由于巨大的性格差异 所以两个人真实相处起来的时候 其实需要磨合的地方还不少 他的创作灵感是在深夜的时候 但我的话是早上 我喜欢早帅早起嘛 但他就是人在中国 但过的是西方的时间 最近一次度是什么时候 救命啊 这个视频播出去之后 我爸妈真的会狠狠把我的电话给打爆 我对度这个事儿就是兴趣没有那么大 然后最近一次度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 当时我还在北京 某不是有对象吗 怎么是去年 是这样的 我和现任的恋爱模式比较偏向于精神柏拉图 200多天一字都没度过 - 什么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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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道 - 非常不信心 - 这真是正确 度的经历 还能怎么详细呢 - 他的帽子挺小的 - 我的尺寸就像一样的褂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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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下一个问题 - 是否要做全职博主 - 现在职业死神吗 - 暂时还不想做全职博主 - 首先我的主页是自由的 - 就是写字的 - 然后时尚类自由撰稿人嘛 - 收入是足够日常的开支的 - 然后主页也有一直在逼着我去钻研更严肃的内容 - 我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成就感的 - 然后我也很热爱撰稿这份工作 - 其次呢 - 如果做全职博主 - 我觉得会给订阅我的 - 你们增添很多压力 - 有很多读者朋友说我一直没有怎么接广告 - 怕我没有收入 - 其实不会 - 做博主从来都不是我的主页 - 大家担心我的话以后多给我的视频三连就好了 - 如果全职的话 - 我就必须得尽量接广告 - 然后哪怕我有好的广告创意 - 甲方也不一定会采纳配合 - 或者说他们那些来找我的媒介 - 那些中间方他们为了省事 - 都不会给到创作者很大的自由空间 - 然后最终那个传播方案出来 - 都变成了毫无新意的口播卖货机器 - 然后如果让你们看这些东西我是会蛮有负罪感的 - 目前来说呢 - 因为我没有所谓的助力杀了哈 -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举着相机到处跑 - 我甚至嫌少用手机拍照 - 去旅游的话我都是很少掏手机 - 所以近期没有Vlog的打算 - 我想轻松一点 - 主业工作还蛮多的 - 我想把时间花在干货视频上 - 但我本人呢是蛮想尝试拍外景的 - 就可能我以后有机会的话拿到大品牌 - 拿到大赞助啊 - 那或者有人会帮忙用镜头来记录我 - 那我估计就会以Vlog的形式带大家去看一些 - 时尚现象的台前幕后 - 其实非常多人表现出了对茶话会系列的喜爱 - 这个系列一共做了六期视频 - 然后全都是关于爱情的 - 相信大家也都很困惑这个问题 - 就一个时尚博主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 那我统一回复一下 - 是因为三到六月的时候我在上海被困住了 - 然后我们异地他在深圳 - 然后我们的情感状况也出现了一些蛮重大的危机 - 然后工作也停滞了一部分 - 然后我的心理状况也不太稳定 - 经常睡不着就干脆熬夜到早上六点 - 然后起床来团购抢菜 - 然后我就想不如去透过别人的爱情经历来寻找答案 - 以期解决我自身存在的情感困扰 - 然后事实证明 - 这个系列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看待爱情的别样的视角 - 也正式的治愈了我本人 - 至于下一次茶话会什么时候会来 - 那可能就是我又遇到下一个情感困扰的时候了 - 咱们只说现在活跃的 - 最喜欢的设计师是芭蕾世家的Demna - 然后执掌Prada和Milmil的MilcherPrada - 以及同时执掌YProJets和Diesel的Glain Martens - 这个之前介绍过的 - 感兴趣的可以去考古一下 - 最喜欢的模特的话 - 以前是吉塞尔邦城 - 然后现在是养成系很认真对待这份事业的Bella Hardy - 至于最不喜欢的呢 - 就是你一时间想不起来 - 不是说怕得罪品牌 - 主要是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太讨厌的人或者说事物 - 就一般都是无感 - 账号的规划就是稳定更新模特系列 - 然后时尚商业评论系列 - 时尚Icons系列 - 然后就是茶话会系列会几个月回归一次 - 成为本频道的一些季度限定娱乐栏目 - 然后如果我突然更新茶话会 - 那肯定就是我本人 - 我开始email了 - 此外时尚现象系列栏目也会开始筹备 - 带大家从时尚的角度去解剖一些现象 - 有规划的话呢肯定是因为有一个目标嘛 - 实际一点希望在2022年的年底 - 能在B站突破20万的订阅数 - 为此我必须得不断提高视频的质量 - 我也相信啊 - 唯有高质量的视频才是我力生之本 - 这样才不辜负大家的每个三连 -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是 - 我做博主这回事一直都是悄悄的警醒 - 甚至我对象哈 - 他也是今年6月才知道我是博主 - 我也是在今年7月份拿到B站的奖牌之后 - 才终于在朋友圈公开我B站up主这个新的身份 - 我的心态其实是这样的 - 因为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业内大佬业内前辈 - 我就会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厉害 - 就是内容面对导师面对教授 - 然后我作为一个学生 - 还不太敢教作业的概念 - 希望我自己继续努力 - 然后希望小伙伴们能够为我感到骄傲 - 然后我也能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啊 - 有一个低成本的入门捷径呢 - 就是给自己养耗 - 大家可以善用大数据时代的算法推送 - 然后多关注多点赞 - 多收藏一些时尚资讯博主啊 - 比如说我 - 然后看看自己关注的时尚博主 - 都关注了哪一些时尚账号 - 然后之后呢 - 平台就会给你推相关的内容 - 如此一来 - 你一打开手机 - 就全都是时尚相关的内容 - 你想不看到都难 - 想了解行业 - 那么大家就可以从多学多看开始 - 这个总是没错的 - 但是如果你想要继续深入的话 - 那仅靠互联网资讯、时尚综艺 - 电影这些碎片化信息是远远不够的 - 大家可以善用搜索引擎 - 自行去查询阅读相关的书籍 - 因为书籍它更有系统性 - 可以提醒的是啊 - 各大博主他们权威机构分享的资讯 - 不一定时时刻刻都准确 - 再厉害再客观的博主 - 它也难免带有主观个人视角偏向 - 数据它是客观的 - 但数据它也可以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 需要学会自我甄别 - 如果你的诉求是求职的话 - 那你需要搞清楚自己在时尚行业的定位 - 这是一个成熟且庞大的行业 - 这个行业有公关、有销售、有买手、有编辑、有管理、有设计等等 - 光是编辑就有门类的细分 - 比如说时装编辑、美妆编辑、生活方式编辑、商业评论编辑、视频编辑、美术编辑等等 - 明确的定位,然后积攒相关的知识经验 - 然后用心制作作品集 - 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有能力的人 - 那么可以一起加油 - 这个问题居然这么多赞啊 - 如果非得排名的话,最喜欢的是coco - 因为它有情有义嘛 - 然后呢就到Kim - 她的执行力确实是满分 - 然后是Kendo - 她心眼不坏 - 但的的确确是一个笨蛋美人 - 然后最后呢是大姐Courtney和Kylie - 一个就是人蛋如菊嘛 - 然后一个就是经常放鸽子缺席 - 就两个人都不讨厌,但是比较无感 - 阅读 - 一切知识的输入最终都能够帮助我进行更好的产出 - 然后就能熬过这个低谷期 - 但是呢刚进入低谷期的时候 - 找朋友们倾诉啊抱怨一下宣泄情绪 - 这的确很解压 - 但最终还是得自己做出行动 - OK,那么以上就是之前征集的最高赞的 - 大家最好奇的是个问题 - 还请大家继续陪伴多多支持 - 我会继续创作出更好的内容来回馈大家 - 我们下期见 - 谢谢 - 谢谢